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邓超、陈赫和王祖兰都将退出 连同第三季加入的陆寒也不再拍摄 原班底只线下李晨、郑凯和Angela Baby 至于替补人员将由朱亚文演员王彦玲 韩国男团NCT成员Lucas以及韩国旅团IDOL宋雨琪补上 另外各退出成员随后也在个人微博中表态 邓超发表长文解释离对的原因 他写道因为时间原因我会暂时离开 至于王祖兰他表示想要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而陆寒就发文写道 很遗憾今年由于其他工作和节目日常安排上的冲突 只能无奈与伐木类暂时告别 不过也有消息指几名成员的离队 是受广电总局下达的一人献丑令影响 由于邓超和陆寒在奔跑把一记的酬劳过亿 而陈赫也有数千万 众人不肯把酬劳减至一千万以下 节目方面唯有换人 艺人阿萨蔡周炎11号现身香港中环出席化妆品牌活动 她表示拜年时并没有遭到亲戚催婚 另外呢阿萨预告在新年一年里 她将升级做老板推出自己的护肤品牌 今年过年阿萨的好姐妹阿娇随老公赖红果去了台湾拜年 话说阿娇回到香港之后 大家有没有约出来吃个饭呀 她刚刚回来还没有约她 那好姐妹们都相继结婚了 阿萨你和男友时很从感情这么稳定 今年拜年时有没有被亲戚们催婚呢 没有了没有人讲这个只有你们讲 另外阿萨预告今年将做老板推出自己的护肤品牌 目前已经筹备了一年 一开始也会为品牌做升招牌 对第一波会自己拍我我拍了一个广告 对这以前大人代言其他其他的品牌的时候会觉得 哇拍拍那么多张照片应该有了吧 但是到自己就会觉得够不够了 好像拍的不够 好了以上就是娱乐gogogo的全部内容 好